大家好我是謝時攝影師來的Jimmy 很高興又見面了 我們之前的手機商社輕鬆搞定系列 已經拍攝了各種不同的進物 還有小型的商品 但是網拍中競爭最激烈的 其實是服裝、飾品、鞋子 這一類需要Model拍攝的東西 那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有什麼樣的燈光呢? 我們今天就來帶各位一起搞定 這些就是手機商社服裝攝影所需要的各種設備 首先是兩盞COB的LED燈套組 為什麼使用COB LED燈而不使用平板燈呢? 因為COB LED燈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空框配件 打出各種揉印適中的光線 另外呢我們才使用了這種 所謂的攜帶型的背景架 這樣子如果你沒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隨時把它收起來 不會佔家裡空間 背景的問題我一律交給仿真揉面背景布 情感的問題我一律建立分手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接下來我們就請Model上場 好我們就請Model上場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 Model 現在穿的是一個洋裝 所以說呢重點是 它不能夠把這個東西拍得太過銳利 所以我們使用的是一個比較柔和的背景 那我們現在使用一個非常漂亮的八角照 來作為主體的補光 以及我們用一個非常特別的燈籠罩 讓它整體的反差會降得更低 這樣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效果 我們就來現場示範一下 那我們就拿起我們的手機 對準Model OK 然後呢我們在構圖的時候要小心 千萬不要切到直接Model的膝蓋 這樣子看起來會非常非常的奇怪 然後這樣對著Model直接拍一張 OK 這樣我們就拍出 Model 你又閉眼了 現在只要拿起我們的相機 然後開啟拍照模式 那記得千萬不要直接踩到Model的膝蓋 我們稍微再抓狼一點 OK 然後再把曝光稍微往上拉一些 好這樣就可以拍出相當不錯的一張畫面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服裝都適合這種柔美的場景 我們也可以使用一些不同的場景來製作雜誌風格的照片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一個比較有質感的打光方式 這種打光方式會特別強調Model身上的服裝它本身的紋理 所以我們使用了像是深色的背景 以及使用這種就是風潮無影照來進行打光 風潮無影照它本身會把光限制在只有Model的範圍 不會吃到背景 而且我們做一個小小的改變 我們把裡面的柔光布把它拿掉 所以它這樣打出來光線會更為立體 另外我們再加一個背景燈 這樣把它側面打過來 所以你看一下如果我們沒有背景燈的時候 那個包包看起來就很普通 但是加這背景燈之後 包包馬上價格飆升10倍 讚! 一樣拿起我們的手機 然後進入拍照模式 那既然拍攝人物的時候 要稍微蹲低一點 這樣才不會有比試Model的感覺 OK 恭喜你 你就可以拍出接近雜誌的效果 最後我們就在這有質感的光線下面 來結束我們這集的手機商社輕鬆搞定 我們現在知道光線對拍攝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你使用手機 你也可以拍出非常有雜誌風格的照片 如果你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商品想要試著拍攝 你也可以把商品帶來我們 限時攝影怪兵器的現場 我們可以在這攝影棚裡面為你做親自的示範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我們的線上服務 讓我們能夠在線上為你解答你的所有問題 最後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鈴鐺 隨時可以獲取我們最新的產品訊息 或者是我們的教學 我們下次見